古吉山路三段进运龙新村路口 因设计过小使得大型车辆难以回转 且路口位置不符合使用需求 所以造成当地民众通行时的不便 因而向立法委员许舒华澄清反应 希望将中央分隔岛重新规划 增设路口让他们通行时更加方便 此路段因临近一家大型茶叶包装业者 所以时常有大型车辆进出 而原先路口的规划 因回转半径过小 使得大型车辆回转时相当不便 也造成民众通行危险 所以地方民众也希望能够增设路口 现在就是说这个路口 刚好在这个路口没办法进来 就是一些大的车子像货车 它在前面回转的话 就是它一定要回转大概三次左右 才能够回转得过来 那这个对行车跟行人的安全都是非常危险的 先议员蔡孟儿也认为此路段的路口规划 对当地民众相当不便且不安全 所以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地方需求 来将分隔岛重新规划 增设路口便民通行 议长何宋风感谢徐伟员 对于地方的关心 并期许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地方需求 并列入考量 若能符合法规与实际效益 也能编列经费来重新设置路口 让民众能够通行便捷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 并列入考量